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因为王若泉的事情 所以官长工人的案子又很热烈的被讨论 但是其实都很少人会记得说 这些官长工人他被政府告 这个东西很值得同情 很可怜 然后王若泉他出来说 当初他告这些工人是 事情非得已的 但是都不会有人去提说 这些工人抗争一路以来 是用是非常的辛苦 海底斯老公要来到台湾 进行集会游行 正常不过的一件事情 他们为什么非得来 因为他们老板在台湾 永丰渔鞋在台湾 他们要来这边集会 光是为了 因为集会游行法 强制要求和平集会 也必须要申请许可 加上台北市政府要求 申请许可的过程 要取得入权 而入权在怎么样小块的地方 一天就要三万块的保证金 为了这一件事情 社会团体要拼命筹钱 借用三十天的入权就要九十万 相对的我们那时候看到 永丰渔为了要阻挡劳工 到他的银行前面进行集会 他把每一个永丰银行外面 都申请的入权 其实我们现在的这一种 一律都要求许可的情况 其实就已经违宪了 所以立法院本来就有修法 一天什么时候之前要修法 104年的1月1号 我们发现这个时间都过了快一年了 就立法院闻风不动 就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 其实在这边的立法带座 就应该已经要被苛责了 结果还是什么都一样 在宪法的第十四条 明确的规定 人民有机会结社的自由 可是在我们实际上的法律执行上 却是以压制 却是以避免让你集会 避免让你上阶层请表达意见 作为执法的依据 其实只要让警察觉得说 他有被妨碍到 让他执行公务没有这么顺利 就是说让这个国家 在做各种的政策 比如说他要强拆民法的时候 然后让他执行的没有这么顺利 就会被视为是妨碍公务证 以最常被使用的妨碍公务为例 许多妨碍公务的状况是 政府先制造了一个让你来妨碍的公务 比方说本来民众只是非常和平的 去表达他的意见 可是警察包围 然后去把那些民众限缩起来 像乐森曾经在武林 就是说乐森之前的一个抗争 他们本来是很和平的去表达意见 可是警察就把他们包围起来 然后慢慢的捧他们靠近 当时很多人没有办法好好的站立 然后跌倒 然后发生推击 那这群人就被以妨碍公务去起诉 那我们觉得这种滥用这其实是已经达到一种滥用刑法的一个状况 把关心里面的那个小警总 在我们的短情正义失败的状况之下 他那个威权心态仍然是存在的 他只要看到 他眼中看到就是测绘一片祥和 表面的一个祥和 认为说你们这些人莫名其妙出来抗争 那当然就是捣蛋分子 所以他就是用这样的心态来做有罪可以定啊 我不会定了 所以我起碾就是自己的灰色 我好像不听了 给你 把暗号的 還是在这里 我把暗号的